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脸上也透露着丰收幸福的喜悦 还不能直接采摘放框子里 一定要放在这个软一点的篮子里面 然后再往框子里面倒 防止磕破 这个猕猴桃果园呢 树枝是比较低的 往过走还得弯腰 看着上面的桃子多结了多烦呀 个头又大 太美了 看看 水分特别大 这款绿型猕猴桃就是水分大 看着好美啊 没有口水了 绿色食品 包一个试试一下可以吗 你能大嘴一口一个 天呐 水分太甜了 水分又足 好吃的很多吗 天呐 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成语 叫硕果蕾蕾是什么意思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猕猴桃 真正有理解了 头顶上太多了 密密麻麻的 这才叫大风收 快点采摘 少说话 心情好棒呀 收丰收的喜悦 一片欢声笑语啊 弟弟 大家都很高兴 又在一旁 这两天呢 在我们产地 大家除了丰收收获之外 还要顾着销售 那么有一部分桃子呢 是直接被客商收走了 销往一些大城市 超市呀 市场之类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农户也会自产自销 通过在网络上进行自己售卖 忙了一大早上 现在到午饭时间了 回去吃饭 看看阿姨给我们做了什么 在我们陕西的水果产地呢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每一家每一户都是一个电商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冲的一个快递站点 咱们去看一下有多少个家庭正在发送迷糊桃 发送水果 就在这打包啊 打包完直接发货 嗯 快递站点这两天生意很好的 今天在网上我卖的多少箱 嗯 不多 50箱 说说差不多能卖50箱 非常好 不错不错 发50箱 有个十几天家里的就卖完了 大家看就我们这个葱子 这么一个小小的快递站点 每天都要发出去2000件快递 卖的好不好 好吗 好 好 加油呗 祝你大卖 嗯 吃饭了会吗 嗯 怎么老闪上中午就是一碗片片面 非常好吃啊 好吃的 好吃的 捡呀 饭炸呀 也 捡呀 这饭好吃的 嗯 哈哈哈哈 每天有三四辆快递车来我们这里拉货 你看 这车都快装满了 嗯 马上满喽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总结一下 今年我和二狗卖家乡的迷猴桃 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天时间了 这十天时间过得很快 也非常的充实 每天采摘 打包 发货 直播 打印快递单 然后处理 客服等等 有很多事情要干 但是努力了 也收获了 这短短十天的时间 我们就卖出了4000件 这等于去年一整季的销量呀 米猴桃的好口感和好品质只是基础 更多的还得益于我们老顾客的 支持和新顾客的信任 也感谢网络给了我们小夫妻一次创业的机会 我们回到家乡 帮助家乡的农服产品销售 现在依然呢 每天都是四五十个阿姨 在我们场地工作 之前呢 我们是采用按小时给他们计算工资的 一小时十块钱 他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下来一天能挣100块钱 但是呢 有些阿姨干活快 有些阿姨干活慢 干活快的阿姨就觉得干活慢的阿姨 跟自己拿的是一样多的 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也影响了效率 最后呢 我们商量一下 决定采用寄件制 这样下来呢 阿姨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平均呢 在家门口 她们每天都能挣到150元左右 这样一来呢 我们两个有了事干 然后在家闲着的阿姨也有了自己一份工作 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再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我们这个场地日均出货量是5000响 上下来呢 就是12吨 我们来这也已经10天时间了 也就是说 总共已经发出去了100多吨猕猴桃了 而且只是这一个品种 当然这不是小慧一个人的 这来源于很多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 他们正在努力工作中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一想到我们已经把100多吨的家乡的猕猴桃 发往了全国各地 内心还是特别自豪的 而且以后还会继续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加油吧 这两天的天气非常不错呀 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老虎 而我们的春香猕猴桃呢 也在正常的采摘打包发货中 运计发货周期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二狗 可能朋友觉得二狗在农村做电商生意把钱挣了 每天发五六千件货发出去十几冬的水果 每天请五六十个人打包 光开工资开几千块钱 其实呢 首先我的货物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第二呢 不管干哪一行业都不容易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分享一点最近以来发生的真人真事 也是把我搞得身心疲惫 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大哥也是做生意的 在我们这买了三十几箱水果礼盒送给他的客户 其他的客户都已很快正常收到 但就是有一位客户的六箱水果礼盒迟迟没有收到 因为快递的原因 大哥反馈给我们这边的时候 一天已经很晚了 按理说都是第二天补发的 但大哥非常的着急 非常生气 因为他也是跟顾客约定好时间的 这也关乎他的一个信誉问题 所以我们当夜就又给他补发了六箱出去 二狗当天晚上也很着急啊 半夜两点多三点多都要起来查看一下快递走了没 结果第二天发现这个快递又出问题了 大哥那边非常崩溃 非常生气 我们这边也很崩溃啊 随即又用别的快递公司又补发了六箱出去 这样一想18箱货物三家快递公司同时在路上跑 我们想着总有一个快递公司会先到的 直到第三天这三家公司的货陆续的送达 我们的心才放下去 最后呢也得到了大哥的理解 这几天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查不思犯不想 时时刻刻都揪着心在查看这个物流信息 过得是很煎熬 第二件事呢是有一位听声音六七岁的阿姨在我们这里买了三箱水果 其中有两箱水果先到了 阿姨呢身体不太好 水果也比较重 她想着让快递员送到她家里去 可快递员那边不答应 她说如果每一个人都送到家里去的话 这样非常影响她的工作效率 也会让她少挣很多钱 结果呢阿姨家里就她一个人 没有办法 她自己呢就从楼下 把两箱水果通过爬楼梯翻到了三楼的家中 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气喘的特别的急 她告诉我她身体不好 她心脏病都快要犯了 如果最后一件水果不送到她家里的话 她就不要了 她电话当时心里特别着急 也特别害怕 担心阿姨的身体 然后我又一直查看这个快递信息 物流信息 等到派件信息出来的时候 及时联系了这个快递员 并给她加了一点心肤费 把最后一件货品送到家中 并又打电话 关心了一下阿姨 发现她的状态比较好了之后 我才算安心 其实每天 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很多 大家看起来像是一件小事 但是处理起来 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现在呢做水果生意 只要用心去做 都可以把品质还有质量做得很好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对于我们商家来说 更加注重的疼信还有服务 其实我挺佩服二狗的 这种态度的这种服务态度 有任何顾客出现了任何问题 他比顾客还要心急 这种态度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